主席 本人和經民聯的同志 都是大力支持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志在全面落實香港基本法第23條 全國人大五二八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 並有效應對現今和日後可能出現的 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 國務院港共辦主任夏寶龍 早前來港考察的時候 就強調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捉勞國安防線 全港各界必須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完成23條本地立法 特區政府在1月30日宣布開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 同日也通過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 向議員進行簡介 出席的議員是一致同意並且歡迎特區政府就 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 國務委員會參考了2021年 研究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和2023年研究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等的過往經驗 成立《研究與基本法》第23條立法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以便及早展開研究相關的事宜 《條例草案》3月8日在大會上首讀二讀 小組委員會就立即轉為法案委員會 展開正式的審議工作 馬力全開 作為法案委員會十五位委員之一 我感到責任重大任務光明能夠參與其事 是一個很不平凡的經歷值得我們記住這個時刻 我接觸業界的專業人士和專業團體 普遍都很支持23條立法 對於社會上有餘類子 如果和外國組織的聯繫是否要避忌呢 他們覺得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的專業團體的確 和外國有很多相關團體 有長期的交流合作 都是一些專業的交流 令人難以想像會涉及到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對這個問題有充分的解釋 消除疑慮 我也接觸到不少地區上的市民 經過2019年的社會動亂 接著有人大528決定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 很多市民都感受到社會穩定和安全帶來的好處 一些朋友反映最近本港審訊中的一些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重大案件 令他們更加意識到國家安全的重要 也意識到香港表面上的平靜 其實也可能暗藏很多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 所以政府今次公眾諮詢的結果 有近99%的意見是支持23條立法 又反映了社會目前的現實 就是國家安全成為香港社會最大公約數 很多朋友都說希望盡快立法 完成這個重要的憲制責任 只有捉路國安的屏障 香港才可以專注聘經濟謀發展為民生 令廣大市民安居樂役 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而條例草案的確彰顯了法治文明 也在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之間作出非常恰當的平衡 主席 回顧本次立法 從公眾諮詢到具體審議的整個過程 宋憑反映了本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是同心同德 就委員和大眾的關注和建議 政府團隊也能夠做到重善預留 令到條例草案條文更加精確完善 或對於能夠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工作 保足安全漏洞 推動香港盡早完成憲制責任 實際是與有榮言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支持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